各位 我們今天懷著很沉重的心情 來到這個火車站 等於在7月3日 我們內地的同胞 是有無數或是無百的人死了 我們都不知道究竟有多少的同胞 在這次事件中死了 最令人詭陷的就是政府只是速出了事收場為止 就是盡早開開空車 市民的生命就是佔其來 更搞笑的是原本是給40、50萬 現在91萬 明天可能是百多萬 我們的人命是否佔到一幾十萬 九十萬就可以了解了這個人命呢 我們很感謝香港的市民 今晚這麼繁忙的晚上 都坐在一起見面上個星期的事件 在上個星期日我一看電視 看到那個情況就好像真的那些 小朋友搭積木的卡車那樣 一程衝向前面 誰去監管這個安全的系統 誰去管治這個安全市民 那些是百姓的生命呢 似乎是沒有了 快速的經濟的發展是重要的 人命是不重要的 將來我們香港真的有高鐵的時候 我會很擔心 我未必去答 這次事件突顯了內地的管治的危機 也都突顯了香港市民很關心 很群情我們內地的同胞 我們待會在八點二十幾分的時候 我們會進行摩愛 所有的朋友 如果你想 這裡前面還有些空地的 可以走向我們坐下 參加我們待會的摩愛 多謝各位